大家好我是丹丹 今天来台北做生物辨识7月23日 核心客运三排座台南到台北 450元台币8点36分发车 1点26分抵达秋晨4小时50分 遇到台北万安也行 但是捷运还是可以正常的搭乘 搭乘红线前往台北巷山站站 1号出口步行400公尺 台北市新医区凶仁路97号 就是这里预约3点40 只能3点15进去 先来旁边吃午餐 一辣拉面干杯 点了一碗拉面一杯啤酒一碗米饭 南部人来台北一定要吃的食物超级好吃 2点15用餐3点10分离开 价格560台币 接着扫描一楼的QR Code给警卫看 在一楼换电梯卡 这边要等电梯的位置 7楼访客堂 全台湾做生物变质只有台北有 所以车地从台南驻客运来台北做生物变质 抵达七楼往右侧走 当天攜带的物品请看 3点15抵达 3点20半里 3点45分离开 里面不能录音录影 柜台停写资料给你收据 然后进入小房间按压指纹 接着跟我一样做这个动作 四肢手指用力按 接着再按压大拇指才取指纹 拍摄大头照要露出额头眉毛 接着来这边换站键 记得要换哦 警卫说很多南部人都忘记换用记得 结束后的台北行程 101的辛波咖啡 外带地下一人200台币 有中文英文的菜单 楼下结帐接着上楼 先搭乘电梯到60楼再转乘电梯到88楼 接着把单子拿给柜台人员 等待5分钟就有咖啡配美景 接着需要找Apple Mac 欣赏台北101的88楼的风景 跟台北的朋友见面 离开台北101 接着前往象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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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查一下 旅行 海支枪 海支枪 巨蛋 投票 o ol 雨 脑皮 3 必�arch 本物品 这已经做得起 愛此 电话或网络预约,提检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点到4点 基本提检大约1小时 跟获理师通知,然后隔壁桌上拿资料夹放入护照、身份证小还卡 打工独家勾选Worker 还有其他签证的提检会一起得 接着给柜台资料就会先拍大头照 拍完等待叫号量身高体重视力问资料 接着用机台缴费 可用现金或信用卡 缴费完成之后呢,出示资料就可以换衣服X光检查 然后再回到柜台抽血、验尿等待医序问诊 体检就完成了 加拿大签证台湾总共三家体检医院哦 记得要长黄中国医的健检中学 我跑了三栋大楼都是错了 怎么都快一公里才找到真正的医学大楼、健检大楼 天啊,还好顺利一小时内就完成 以前尝试过自己拍大头照 结果太过真实 今天来这里拍大头照 美目里 进店后往二楼前进 可以看到有两位摄影老师 正在努力的修图 第一步骤,整理自己的发型 第二步骤,老老板专业拍摄 第三步骤就是 年轻老板专业的修图超厉害 夹毛痘痘和陈通通不用担心 八年前的护照大头照也是在这里拍的哦 让专业的来拍摄修图简直完美 不到五分钟大功告成 完成后一楼选规格复备 拍大头照是850元 含4张证件照如果加取4张是80元哦 台南拍照选美目里就对了啦 今天就可以拿到照片咯 赞